你知道索通佛的由来吗? 在泰国,人们为什么尤为信仰索通佛? 索通佛在泰国被称为龙婆索通, 同时又有一个有趣的俗称,会游泳的佛像。 在泰国,民众对于索通佛都是非常信仰的。 而关于索通佛的由来,最早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的历史。 据泰国古之记载,在大成王朝时期, 缅军二次入侵大成国都,并洗劫佛寺内的金筑宝佛,融化取经。 人们为了保护佛像,利用泥浆腹变金佛全身,并放入木筏漂流而去。 其中有三尊兄弟佛佛像,沿着晚八宫河漂流。 其中一座浮摸姿态祥摸印的佛像,在北南府率先被信仲发现并拉起。 其后一座拖拨法像的佛像在夜公府扶起,并被信仲合力拉起。 而最后一座禅定法像的佛像曾在北流府扶起,被该地村民发现。 但当地的村民花了七天七夜也没能将其拉上岸,并最终顺和游走。 令人震惊的是,一年以后,这尊佛像竟又游回来了。 因为是逆河而上的游回来的,不是顺和而下的飘回来。 因此,这次村民请来全府的高僧,希望这次能顺利把佛像拉起来。 而后高僧将一条很细的金绳挂在佛像的手上。 村民在高僧的指挥下,轻松地把这座佛像拉了上来,并取名龙婆所通, 供应在佛坛之上,直至现在。